字幕提供 這個單元講的是輸出跟輸入的裝置 當然這個是蠻一般的東西 蠻一般的 我們再來第一個 介紹概念就是連接鋪 連接鋪就是各式的插桶插座 用來連接各項的設備 基本上 這應該 都知道的東西 那我們一般在主機的背面都會有一排 樣式的插孔插座 正面它也會有少數的 音效或USB的插孔 這個應該都知道的 好 那個我們看到 我們那個電腦的那個 輸出跟輸入的連接鋪 我們這個一般 看到電腦的那個背後 這邊其實一般來講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帶現在的 連接鋪啊 帶有PS2跟USB 這為主流 那我們看到 像這邊 右上角這邊的話 當然是跟 跟你的螢幕的那個連接鋪 這邊的連接鋪有關 那你當然要注意 你目前來講的話 你是用 大概是用哪一種的 用哪一種的 那 那現在比較多 大概都是用USB 大概比較多 像包括 你的列印機 還有其他的 很多一個裝置 包括滑鼠在內 那早期的話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 不同的 不同其他的 樣式的連接鋪 下面這裡 這個當然就是網路的 網路的連接鋪 在下面這部分 大概也是跟音效有關的 所以這個大家 都是知道的東西 好 那我們大概 就簡單看一下 有關連接鋪的部分 PS2的那個 鍵盤和滑鼠連接鋪 那這種 連接鋪是主要是 針對鍵盤和滑鼠所設計的 那它的外觀是 圓形的 針接頭 那另外 第二部分是 談到那個音效 裝置插桶 這些插桶是用來 連接耳機 喇叭或麥克風等 音效設 設置 各種顏色 帶來表 不同的裝置 那原則上 你大概看到不同的顏色 你大概會擦 什麼樣的設備 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 大部分的連接鋪 都是改成USB的連接鋪 它主要 是 叫做 通用序列連接鋪 目前最常用的連接鋪 大部分的周邊設備 都已經 改成 這種的連接鋪 這個應該都 都很清楚 這部分其實 這邊應該同學 你每天在用電腦 這些東西應該都知道 那我們 螢幕的部分 它比較 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還有網路的部分 比較不一樣 有關那個 顯示 顯示 連接鋪 這些連接鋪 是用來 連接顯示器 傳統的 有類比端子 DSUB 或比較先進的 數位影像 像 DIV DisplayPort HD DMI 的介面 目前大概是 以 DVI比較普遍 那網路的連接鋪 網路線的插孔 另一段必須要 連到 那個 ADSL 數位接鋪 或者是 IP分享器 或者無線 AP等網路設備 讓電腦可以連上網 接網路 這些連接鋪 應該同學都很清楚 再來談到的是 鍵盤 鍵盤當然就是你 很基本的一個 輸入的設備 非常基本的輸入的設備 可以用來輸入資料或指令 那傳統鍵盤 它是用 PS2的連接鋪板 與主機相連 目前大部分都已經改成USB了 那 它的一個 運作的原理 你再來 了解一下 它大概有分成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是說 你當你輸入資料的時候 你按一下 按鍵的時候 那鍵盤內的那個 電路呢 電路板 它會 產生一組 特殊的訊號 那原則上 是每一個鍵盤 它的訊號 都不一樣 然後 在裡面 在第二步的時候 就是說 它會偵測你按鍵的訊號 所以 當你回處理器 你偵測到訊號時 就會產生一個 那個 掃描碼 並且將它 它佔存在 內建的緩送區域中 主力 第三個步驟 就是 所謂的BIOS 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 Based Input Output System 基本輸入輸出系統 它去讀取你的掃描碼 然後再將它轉換為 代表按鍵的內碼 那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你沒有考慮 中文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用 SKETO 然後再儲存在 記憑當中 記憑當中 第一次的步驟就是 顯示結果 作為系統呢 你就會處理 你說 建錄的資料 然後顯示在螢幕上 基本上我們講 電腦 它是有一個輸出螢幕的 好 那按鍵的總類 它大概有分 大概有一些分別 一個是機械式的 另外一個是薄膜式的鍵盤 機械式鍵盤是比較早期的鍵盤 現在已經比較少見了 裡面是有金屬片 所以按下按鍵的時候 會有那個 真的會有那個金屬敲擊的聲音 好 薄膜式的變鍵盤 是比較 目前比較常用的 那鍵盤的下方有一層 有那個 塑膠薄膜 所以具有 基本的一個防水的效果 但是那個防水效果是很基本的 相對於機械式的 鍵盤來講 它聲音比較小 比較安靜 然後再來談到一個輸入的裝置 叫做滑鼠 滑鼠 其實像我們那個時候 當學生的時候 早期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 電腦是不一定是有 配有滑鼠的 滑鼠其實是 後來才 才有的 那滑鼠是屬於 圖形操作界面的一個 重要的操作工具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個 那這個 這個來講的話 讓你輸入的 會更方便一點 那你可以借 藉由滑鼠在 在螢幕上 任意移動游標 指標 然後透過點選 拖拉E的動作 你就可以去做 因為你有 滑鼠 就是這些動作 就很容易去做得到 你會點選啊 複製啊 我啟動 關筆啊 這些 比較常用一些動作 都可以透過滑鼠去 去來做操作 這是比較方便 那我們再來這邊 那個簡報這個圖呢 這個應該算是 最早的滑鼠的樣貌 你看它 跟現在長得都很不一樣 方方的 方方的 這隻叫做 Enterbus 它 在 上個試氣 上個試機 就 做出來的 應該算是第一顆滑鼠 然後 後來 我記得大概 第一個有 配有 滑鼠的 上面有 電腦 像是 SIRUS SIRUS 的電腦 然後在Apple Apple的話 再跟著去沿用 SIRUS就是全路 全路公司的電腦 前有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Steven Jobs的Apple II 那時候呢 應該不是那個時候不叫Apple II 應該是Macintosh 他再把那個 滑鼠再把它加進去 所以那個 戰略有 滑鼠其實 其實是已經算 算比較 1980年代以後 的 配備 等於說 1970年代以前 電腦當然是沒有 滑鼠的種類 當然我們知道 有滾輪式的 滾輪式 真的是 滾輪 有光學 滑鼠 光學滑鼠 靈敏度也比較高 訂位比較準確 目前 大概都全部都是應該 改成光學滑鼠 我們幾年 很早 十幾年前的話 很多都還是那個 那個滾輪式的滑鼠 呃 這也要提到的就是 滑鼠的解析度 解析度 那這個單位你要記一下 這個其實這個崗位在不同的用途上都會出現 所謂的DPI DPI代表是每英寸有幾點 每英寸有幾點 所以你的數字越高就代表你的解析度越高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光學滑鼠解析度大概是800到3200DPI左右 這個就一般啦,你沒有什麼特別啦 如果說你要多花錢,要去買電競滑鼠的話 它更靈敏嘛 所以它的解析度可以到5000DPI以上 所以這個大概知道 那我們當然像是這邊滑鼠一般來講 大概是桌電 桌上電腦必備的 如果是筆電的話 當然又會有其他一個裝置 所以我們如果筆記型電腦的話 現在有些筆電它已經 不一定會讓你配有滑鼠 那原則上它會在它那個 輸入的裝置 它會有一個所謂圖形的模式操作 那就是所謂我們一般講的 是內建的控制板 所謂patch pad 或者是一個觸控桿 pointing stick 這像這樣的一個裝置 這個原則上可以一樣可以在上面滑在那裡控 所以這個是 是目前大概來講 是在那個 筆記型電腦裡面 大概都會配有這樣的一個裝置 那當然還會有一些什麼手寫板啊 什麼的 那麼我會做一件事 然後再次坐一旁 再來就完成 那啟一旁 就算是一個裝置 男子 跟男子